今天是12月26日,時間差不多3點 2點43分 跟大家看看現在最新情況 今天有一個和理購物,1點開始 大埔超級城,2點多時已經捉了幾個 這個圖案,現在很有趣 他們玩的戰術會打破圖案 未必是晚上玩的,早上玩,日後玩也有可能 看看各大直播情況 旺角在遊行商場 大埔已經開了齋,被捉了 有幾個被捉了,幾個市民 都是被捉捉的 據說都是被告非法集結居多 都是被捉捉的 我覺得被捉捉後 會撤回警署,48分 現在和理購物是有風險的 不是零風險的 所以不夠 要小心行事 你看到有很多防暴 到齊在大埔超級城 亦都在旺角那邊 有些人在拉著Banner 遊行 但是有幾個地方是拍不到的 沒有直播記者 一個尖沙咀,不知道有沒有發生 因為它不止一個點 它又是幾個點 看看文宣 就說是Sogo 銅鑼灣Sogo 旺角Moco已經有人在 大埔超級城已經被捉了 旺角Moco會不會再捉人 好像朗豪坊 或者超級城 海岡城就不知道 海岡城是例牌的,這兩天都有捉人 有些防暴進去 射胡椒噴霧 六個按一個 這些畫面已經不陌生 今天都有發生 還要很早 一早早 我立不立一些新聞 然後就來了 順帶一提 原來之前有一個尖沙咀 被人控告 拿著16吋或12吋的長刀 手心找到一把刀 那個原來就是廚房佬 李大廚房佬 李大廚房佬被人 涉嫌 即是藏有攻擊性武器 被捉了 現在旺角那邊 弄一些聲音 喊口號 大埔那邊 警察全部進去 全部進去商場裡 外面也有人在喊咪 這個就是大埔的 這個情況 在喊咪 又是一大堆胡椒噴霧 濫布 頭幾天都會覺得很驚訝 今天就不會特別驚訝 反而是擔心一些和理錯的人 他們一定要快 不用做生意 今天就大埔 旺角那些 成功的 其實整個運動是成功的 但問題就是擔心他們的小朋友 就被捉了 被捉了 就是擔心一些事情 看到大埔 整大堆 Green Object 上電梯 為數過八隻 好 好 因為昨晚 旺角的 POPO 開OT 新界那邊 不能開OT 不開心 現在一次過 明明 可能 可能 30個防暴都完成了 他要出夠200個防暴 在商場逛街街 和理錯 變成POPO和理錯 基本上是POPO多於示威者 這個戰術也很正常 因為警方一定是 他玩人海戰術 他那邊也是 這邊拍到 旺角MOKO暫時和平 不止會變成衝突 當然 有些爭執 立場那邊 和警員有些爭執 這些不是什麼新鮮事 昨晚拍到一宗 都經典 有一個TVB 的記者 和警員有些爭執 應該是一些證件上的爭執 警員 懷疑那個記者 沒有記者證 誰知道他展示了出來 還要是TVB 那個記者就很醜 就很吵 沒有髒話 就很醜 在九龍灣那裡 跟POPO幾句 被人拍到 原來無線的記者 有些都是心王的 可惜 心王都沒有用 始終是造勢 他那邊有個叫做 原志偉 那個 心臨部的 領導 你拍完 然後他就重新剪接 再加了 Caption JB 有時候的鏡頭拍得漂亮 我不可以說他拍得不好看 但問題是他的Caption 旁白就不太好 經常都有一些歪曲事實 但警員很喜歡看 藍絲也很喜歡看 但我覺得他剪接方面是不差的 無線那邊 當然也不應該看 因為他們的陳述不太好 他經常把事情扭曲 你看到大埔這邊 整個超級城 旺角那邊 暫時沒事 拉著橫欄 這些年輕人真的很具勇氣 因為他們連續幾天都被人抓 但是 這一群什麼人 其實我自己去細心研究 他們不是一群勇武 我自己覺得他們不是一群勇武 勇武就不會在商場上走 因為他們都知道 這些遊戲是玩一次 你被人抓了 拿了子毛 等等 你很多事情都 不可以說你未必會上課 未必會告你入 但你也有些記錄在警署裡面 再拘捕的話 他見到你慣犯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砌你山豬肉 砌多一點 再上課 所以基本上 冒著一定的風險 這群我覺得 他們不是勇武 是一群勇武的 和理飛 在商場做了一個遊行 和理購物 致敬的 尊敬的 因為那群人是害怕的 真的害怕的 因為整個商場都是一個布袋 基本上沒有路走 沒有路走 所以為什麼那些年輕人 在商場下跌下來 在Yoho Mall也跌下來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 旺角那邊也算和平 看看畫面 在這裡 大家提到 收到一些捐助 多謝 PL 捐助374元 以及 Isabella 500元 多謝支持 大家也可以透過 左下角的PayPal 或是QR 或是QR 去捐贈 多謝大家支持 我待會也選擇一個地方 拍攝一下 也小心一點 我 真的想找一些安全一點 我都不想二次肥捕 昨天我都想 九龍灣應該是和平收場 結果不行了 千兩就收了舖 旺角Moco那邊 看到裡面也沒什麼人 早上 早上 挺有趣 早上搞 經過了 馬上收舖 這裡 RTHK拍到一大堆防暴 不知道在哪裡 應該是 大埔那邊 大埔就進了 進了防暴 不知道Moco 會不會有 演變成一些衝突 那些PoPo衝進去 順帶一提 昨晚都拘捕了不少人 最主要是在街上 一次過玩暴代戰術 一次過拘捕 又是拘捕幾十人 要那幾十人 就要蹲下 手伸 都是一種很羞辱性的 羞辱式的方式去處理市民 很多市民都是 而且沒有口罩 大概在王國中心那大 被人停止 有些應該被人拘捕了 但我自己不是太擔心 因為那些應該就 不是 即是他們過不入 但就煩到你 又是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 昨晚又是要拿一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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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巴去裝 那就是很多人 當時沒有POLI出來的時候 也是拿旅遊巴去裝人 因為太多 通常一拘捕 就有50個 那些一拘捕 就會用旅遊巴去拘捕人 那些會去警署 然後又是流水式登記 然後分好一個部門 即是這位警員做登記 這位警員做 就是搜集證物的警員 分好流水式作業 如果平時一個起兩個起的 就很容易他們很快處理 但一鎖過他們就會找個位置 排好陣子 然後一鎖過去做登記 然後大概入到警署就上索帶 上索帶入到警署就會解開索帶 所以反而最辛苦是你去警署那程 在車上會上索帶 就是這樣的 在背後上索帶 然後回到警署就剪了索帶就舒服一點 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當然我不知道每一批 被捕人士的處理都不一樣 可能他們有些就要入門抽格 我那時候就不用了 但我覺得都是類同的 至於單獨照顧那些 單獨去處理那些 可能會有些壓煙的情況出現 這裡我也不敢說了 但如果你說他們這麼大量 有時候一鎖過拉 應該單獨處理不了 那些人都無謂逼供 一鎖過就把他們48就放了 他們現在的鎖過就是玩這種 你們和你錯 我告不入 不要緊 我就把警署拿回警署 也罰了你的 你的財物 部分不是全部沒收的 三副鞋物 錢還給你的 手機有沒有收 大致上是這樣的 我昨天也有點危險 那個位置 我跟Poco零距離 他真的有 他發點瘋上來 說有拉多次 我就不敢多次了 現在旺角也有很多人 嘩 多厲害 開點聲 現在他們正在喊新偶號 1月1 1月1會遊行 應該是民陣搞的 這裡有很多人 暫時平靜 行程表 今晚反而沒有 日休息就有 夜晚 我不排除 旺角可能又會再打仗 都是禮拜的 因為今月25、26 都是長假期 還有一些音樂會 音樂街 Bossing Day 擺工街站 在葵聰 一個石門英雄音樂會 看看有沒有時間 我過去看一看 看看有什麼事情 接下來 應該是鋪完席 除夕 除夕 除夕夜人鏈 這個 文宣 都派了 很多次 12月31日 7點8點9點 7點開始 各地站集合玩人鏈 玩多次 這次 因為這次 基本上 有很多人分析 戰局 那樣東西 應該是很漫長的 這個戰鬥 因為習總就是玩習權 現在我們要爭取一些民主 民主就是三權分立 分權 是兩種對立面 基本上是 現在你對付一個極權 要他扭轉整個局面 是很難的 把極權推翻他自己 基本上 接近是沒什麼可能的 除非你這場戰鬥是很漫長 漫長到十幾二十年 這樣 甚至是有外奸的 援助 一定要有外界的力量幫助 國際力量幫助 因為香港 彈丸之地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美國 其他國家 歐洲 其實真的搞不成 因為香港人之力 最多是做一些不合作運動 但也會騷擾到 中共的政權 你看到 人們出來了 馬上給錢 應該是元氣 那些藍絲媽媽 就帶子女去吃東西 然後馬上走了 Moco暫時是平安的 我也希望平安 很成功的 鎖到之處的藍劍全部要收皮 唯獨是PoPo一入場 真的又不用做生意了 他已經昨晚 這兩天已經搞死了朗豪方 朗豪方已經收皮了 看看我今天沒有時間 看看經過 現在Moco 是有兩大商場 Moco是在火車站那邊 如果搞死了這個場 那麼旺過就沒有東西玩了 真的玩了 看看行程表 民陣元旦大遊行 就有這個 1月1 下午兩點遮打到 又是維園 維園 有不反通知書 我想這一日 1月1日 都是多人 坐底50萬 不用說 現在的局勢 我自己的感覺 現在開始有些人吹 會不會 曾玉成 會做特首呢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還挺高的 還挺高的 還挺高的 很多人猜 什麼 唐英年那些 我覺得就反而不是 反而是 兩者之間應該就是 曾玉成 你看到那個感覺是鋪他出來的 當然他有時高調有時低調的 你感覺到 他是 有些東西丟好了 但是不知道 林鄭什麼時候下來 然後換一個 代理特首 曾玉成 上去 就是這樣的 我估計劇情是這樣的 我自己 暫時的判斷是不會改的 有些人就說 又說這個又那個 我暫時就不會 去作 一些 猜測的 只是這個 曾玉成我覺得他是有機會做特首的 雖然大家很不敢喜歡他 不敢喜歡他 但他算是建制派之中 他是一個懂得說人話的一個人 他是 懂得說大家會明白的東西 他就未必是反社會人 我覺得 曾玉成就未必是 林鄭就是反社會 曾玉成未必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起碼 在理大事件 他進去 如果他反社會人格 他家裏就做冷氣軍師 就不會進去 他進得去 當然是一個劇情來的 但我也看著 他後面爆炸 然後就說 你的學生想不想走 他也很熟悉法律 那些東西 他也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他有一點是鋪他出來的 而他呢 我覺得曾玉成 雖然他這傢伙是很狡猾的 不是什麼好人 但是你說 兩個 兩個大奸角 你選擇一個沒那麼奸 不排除曾玉成 上了來可能更差一點 這個不知道 但我猜是他來的 唐英年就未必是 因為曾玉成仍是中共的人 他也是土共 土共也是under中共 亦都很清楚中共的文化 中玉成有一定的連資 在這裏作一些特首的猜測 我看到 郵清源有說 曾玉成會不會跑出來呢 我覺得是極有可能的 極有可能曾玉成 我現在開始提示 據說3月會下台 林鄭就得了真還是假 到時候會怎樣 但怎麼說呢 就算曾玉成上來 香港都未能夠 選自己特首出來 未能夠雙普選 所以這條路很漫長 但是你看到已經開啟了香港人的引擎 沒有停過 這3天 24、25 今天Boxing Day 沒有停過 Long Stock 那些年輕人沒有被嚇怕 人數不多 其實他們那些和理店 只有2、3、8人 各區都是2、3、8人 你看看這裏 就是2、3、8人 舉著旗次 我建議 快閃 但他們要小心 因為旺角很多便衣 到時就會跟他們 要小心行事 大埔那邊清場了 POPO應該全部撤離了 拘捕了人 OT了一個小時 大埔那邊 旺角我覺得 可能會和平 可能會和平 順帶一提 阮民安 有一宗很juicy 就是阮民安 被他的前任踢爆 說他經常借錢 因為阮民安 最近很紅 又唱歌 又說自己是黃絲 他是不是黃絲呢 我想也是 因為有時 我拍攝的時候 下街拍攝的時候 也看到他 真的也看到他 在示威現場 但是這樣說 不是什麼風險 不是高風險的東西 阮民安 不是做一些高風險的東西 他只是下街 對於這個人 他的性格 我自己覺得 他一定不是完美的 他會不會想 透過 這場運動 取得光環 我覺得不出奇 這個阮民安 我認為他是同路人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捐給他 或者捧給他 或者給他 或者給他一個光環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就是這樣 大家畫面看到 那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 就在Moco商場裏 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叫口號 這裏應該在Moco那裏 另一看到 就是 一間藍店 我相信 那些人在門口 喊口號 裏面這些就是藍絲食客 對 這間Pacific Coffee 形成一種壓力 給到裡面的食客 令到這些食客 反省 當然那些是藍絲 他又不聽你說 讀手機幾乎開心 看到一些阿叔 阿伯 很不like 那些藍絲 有些看著看著 想轉黃 就是這樣 其實 因為這個黃店的經濟圈 要形成一個習慣 有時候是有些人要逼出來的 有些人要逼出來的 要逼出來的 香港就是這樣 你踢一腳他才會動的 是不是 其實就應該不要光顧這些 光顧一些小的 好過光顧這些 雙方 立即下閘了 立即走也走不及了 這個難死不走 還有一些藍絲 你看到了 就是你看到了 又藍又轉黃 立即 藍 立即轉黃 又得了 這些就是深藍 不肯轉的 這個景象很有趣的 有時候和理智能看到這些 這些景象 就很搞笑 想轉了 又轉了 忍不住了 都要轉黃 可以轉了 那就變色了 立即 重新轄 大致上是這樣 我相信尖嘴那邊可能也有些事發生 但我不知道什麼事 看看寶柱地圖吧 旺角多久 大埔之前舉了旗,現在就完場了 尖沙咀多速龍 有些速龍,有防暴 但暫時應該沒有事發生 尖嘴可能也發現尖嘴不太有利 所以人們也可能取消了一個和理卓 或者這樣說,你也變成成功了 POPO都守住尖沙咀 令到那裡的3.2也大減 APM那邊也有防暴 也有貶衣 各大商場都應該 很接近有事的感覺 你會感覺到 另外,這裡有一宗 就是民建聯 中共 試探 試水 全民派一萬元 建議才爺 預算案派錢勢在必狠 想著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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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是可以呢 或者降溫 打這個 華油政策 上次 他們派4000元 亦如果運亂 還要派110000元 他怎麼派呢 這個又是 笑話 說真的1000 人民收到的話 如果是把抗爭 都是來抗爭 其實 都沒什麼用 基本上降不了溫 一定要 善待一些 可能被捕的人士 第二就是上到法庭 告什麼罪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關鍵的 如果法官勾判 這個又會引起民憤 還有你的訴求又不回應 最重要就是現在 我覺得first priority 是重組警隊變成first priority 雙普選當然是重要 但是 給人感覺上警隊是有問題 而且你犯錯不會懲罰 我相信現在變成第一個訴求 起碼本人是 我自己是 警隊很有問題 要重組 雙不雙普選 反而是容後 急切能夠做到的一定是警隊的問題 另外 有人 將 香港的示威 或者警暴的影片 給國際的警力專家去看 用國際的評審去看 發覺原來有七成 根本就是犯規的 那些警察是犯了警力的 有10%是不確認 因為影片的角度可能不太好 基本上可能八九成 也不是老屈他 在國際的標準來說 香港身為國際城市 警隊根本是不達標 他們是威是勢 說到自己適合 但其實在國際上 他們絕對是做錯了 暖龍的 新疆式管治已經告訴你 是 是不行的 你這些集中型的 方式去管治是不行的 如果中共一旦 仍然堅持他的集中型 甚至香港這些暴力震打的話 基本上 不會適的 下一波的國際 聲援會更加浩大 OCE也發聲 遲些會更加厲害 反中的情緒更加厲害 世界各地 現在是第一層 初步知道大概哪些國家是反共的 感覺到 意大利、美國、日本 都開始發聲 下一輪會更加多 最後 今天有個日編食 太空館那邊 放了幾支鏡在門口 可以給市民去看 但是3點22分就結束了 應該差不多結束了 有個日編食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過都蠻有趣的 大致上是這樣的 這裡暫時3點多鐘 都是和平的 看看今晚的情況 怎麼樣 還有各區 旺角 也不用說了 旺角 可能也會有巷戰 如果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再跟大家報告 多謝收聽 3點